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賴 最近有一個吉他品牌 在網路上的討論度相當的高 甚至有鄉民朋友 號稱他為中國版的 不這回事 真的還假的啦 OK 今天我們就來驗證這個 好的 不傳說 好的 那在影片最後 我也會分享我個人 對於這把吉他的 所有心得感想 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先檢查一下 右下角是不是 按讚訂閱分享了呢 OK 影片開始 卡馬 A1 GA 馬上快速來導覽一下 這把吉他的所有配置 面板採用的是 西卡雲三 單板 上下旋枕 TUSQ 紫板 跟琴橋呢 黑檀木 旋聽的部分 也是採用黑檀木 上方還有香砍鮑魚背 鷹孔的裝飾呢 非常的簡約 用一圈的鮑魚背 來做香砍裝飾 紫板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 用鮑魚背 香砍豬 許多小海豚 就活躍在上面 相當的活潑 OK 琴頭的面板 採用的是黑檀木 上方呢 有卡碼的LOGO 旋鈕的部分呢 採用是封閉式金色旋鈕 上方也有卡碼的LOGO 情景的部分呢 則是採用桃花心目 側板跟背板呢 也是桃花心目 單板 OK 這就是這一把吉他的所有配置啦 好的 接下來 就要進入到 試彈影片囉 到底這把吉他 會呈現出怎樣的音色呢 馬上進入 試彈影片 Way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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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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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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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的心得感想 这个品牌确实颠覆了传统的自情模式 利用高科技来实现更精细的自情工艺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利用精密的CNC车床加工裁切 以及APP机器人来进行打磨烤漆 并配合人工进行组装 让整把吉他的误差值能够更小更精准 做工也能够更加的细致 再来是影响手感最大的部分 卡马吉他的Flat 都会经过Blake校正技术 运用高科技的侦测 进行精细的打磨抛光 让弹奏的手感能够更加的舒服 音色部分我个人觉得 精亮透彻 平均度也相当的不错 至于网路上相名欲为是 中国Taylor 单就这点而言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 Martin跟Taylor这两种吉他 那他的音色确实是比较偏向Taylor 不过Taylor整体的做工跟音色 还是比较细致的 就以目前卡马跟Taylor 还是会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就我的观点来说 现在的卡马不会等于Taylor 但就以吉他的本体来说 他还是相当优秀的 最后当然是售价的部分 官方定价为28500元 就单以吉他的配置来说 CP值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但是他的做工 还有他的手感回馈 甚至他的声音表现 我觉得是对得起这个价位的 OK 以上就是我对于今天开箱的卡马吉他 他所有心得感想 你对卡马吉他有什么心得想法呢 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影片当中的资讯如果有错误 也欢迎帮我们纠正一下 OK 好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也别忘了帮我们点个赞 订阅 订阅加分享给你喜欢吉他的朋友 OK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前 BYE